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今日报道 以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为题 提出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修宪建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环球时报的社评要求人民坚持支持中央修宪建议 并指出这是理性也是信仰 新华社说 大家认为对宪法进行修改 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 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有利于更好的发挥宪法的规范 引领推动保障作用 新华社访问多位学者专家说法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新林说 党中央此次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 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说 宪法修改关系着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法治道路的未来方向 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宪法的修改和实施全过程 才能确保国家性质不变色 法治道路有方向 新华社还引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莫纪洪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通过宪法修改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会使宪法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东森新闻引述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社评 要求中国人民坚定支持中央修宪建议 并说这是理性也是信仰 环石社论指出 国家主席的设立和职权范围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经变化 最近二十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议题的领导体制 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 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 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议题 社论强调 中共领导国家已是中国的现实 准确说宪法的这个条文不是写出来的 是历史选择出来的 是中国人民走出来的 这次宪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立法性总结的点睛之笔 也是为实现中国继续前进 做出关键性宪法保障 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信仰 我们都支持这些修宪建议 期待他们为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福祉 社论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 有关国家主席的职权范围和相关规定 经历多次变化 最近二十几年形成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三位议题的领导体制 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 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 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议题 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文章中还指出 有关任期修改不代表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终身制 而是应该理解成中国已经成功解决 并将继续有效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层 依法有序更替的问题 虽然强调此修宪不代表现任主席将万年执政 但文章最后不忘送扬习近平 称赞他领导共产党后 中国从打贪到经济转型 稳健开创中国新时代 还称习近平让这个国家充满希望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